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一次公測期間呢 我體驗了野蠻人之後的一個心得喔 那讓大家之後在正式開服的時候 可以有些參考 究竟要不要選擇野蠻人來當作你的這個開荒角色呢 那我的頻道呢 日後也會有很多關於暗黑寺的相關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總體來說呢 我個人覺得在暗黑寺的這一次的版本呢 算是整個畫質喔 以及所有的音效 的一個運量呢 是非常好的 所以野蠻人這種這種打擊感的這個職業呢 其實你玩起來呢 哇 可以說真的是打擊感滿滿啦 而且呢 他就是相對於如果說是有玩過暗黑不朽的玩家 野蠻人可能相對是無腦嘛 你只要開啟燃燒跑來跑去就夠了 那以這次公測我的體驗啦 其實野蠻人非常的吃走味 雖然他是近戰角色 沒錯 你要說他坦克呢 在前期的話 其實是一點都不談喔 那一點其實也沒有很野蠻喔 如果你沒有妥善的這個走位喔 運用你的這個空白鍵來做相關的走位的話 其實你很容易呢 就會回到這個老家喔 回到貓車喔 直接回家 那我個人覺得在這一次的這個暗黑式的體驗呢 其實也玩過了 也玩過了這個死因法師 那我覺得帶來成就感最多呢 其實還是野蠻人 原因就是因為他的挑戰度真的是比較高 那我選擇這個模式呢 其實是比較難的喔 就是你打到的經驗值呢 以及你打到的相關的這個金幣會來的比較多 喔所以打起來呢真的是會有點卡卡的 但是也就是因為打起來會有一點卡卡的 每次好不容易挑戰完王的時候 喔以及突破一個關卡的時候 你所獲得到的這個成就感 欸真的就會是非常的強烈 我想這個是暗黑式裡面呢 玩野蠻人所帶給我的感動 再來呢就是不得不說 我覺得野蠻人在暗黑式真的是非常的帥喔 各種的這個裝備呢 造型喔這個搭配 哇真的是有這種角鬥式的感覺 而且呢如果未來打到更多的好看的傳奇裝 肯定會讓我覺得更愛不釋手喔 那以目前上來說 雖然是還在非常前期啊 那我個人也體驗到只有到25集 都還沒有開啟巔峰面板嘛 我覺得現在這套裝備的這個造型 喔我們先只講造型比較敷衍一點 我就已經是非常的滿意喔 好那講完比較膚淺的地方 我們回歸到野蠻人的這個實際面喔 那我們在這次暗黑式裡面的體驗呢 野蠻人到底信證了哪些的部分 首先來看一下 就是在野蠻人的這個專精的部分喔 相較於死靈法師跟德魯伊喔 死靈法師是死亡之書嘛 那在野蠻人這邊就是屬於專精喔 他其實每一種武器 你如果使用的越久喔 或是用他來擊殺越來越多的怪物的話 都可以提升該武器的一個專精值喔 那這個武器的專精一提升 像以單手斧來說 他就可能可以對受傷的敵人爆擊率提高 那如果說是雙手斧的專精 就是對異傷敵人造成的傷害提高 所以你的專精值提升到最高的時候 你這野蠻人的傷害呢 就可以來到一個頂制喔 那每一個專精的每一種武器呢 大概是可以來到10級 所以這個部分的設定 也會導致就是有些玩家可能等級 或是裝備相同 但是卡在武器的專精度不同呢 導致這個每個角色的野蠻人 其實會有強有弱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在遊戲裡面的體驗是不錯的喔 也會讓就是所謂的甘地 會來的更有成就感一些喔 再來的部分的話是武器喔 武器的話在暗黑色的設定呢 野蠻人不再是只能帶一種武器 或是帶兩種武器 他可以一次帶到四種武器喔 所以可能可以有一個主手一個副手 還有身上兩把短的喔 所以你可以拿兩個短劍 或是兩個短斧都可以 那這個不同的武器 就可以導致你的專精度有不同樣的提升喔 甚至是野蠻人的一些的技能搭配呢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有切換武器 達到某一個次數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觸發某一種效果 譬如來說像我現在的技能的話 如果說是我的這個旋風斬 他所使用的武器呢 大概就是他下面有寫嘛 就是譬如說劍斧啊 或錘 在武裝選擇這邊 但是如果是這個的話 他只能用錘 所以呢 其實就會導致有些技能 你只能用某些武器 就會導致玩家可以激盪 更多不一樣的想法喔 那這個也會影響到專精度 之後你想要Focus的走向會朝哪裡 那關於技能的部分呢 不得不說在野蠻人前期的時候 真的是蠻痛苦啊 大概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打到傳奇裝 你要靠他所賦予你的技能 要通關度高的第一章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挑戰性的 如果說你是競技型的玩家 那這種挑戰型的難度呢 絕對可以幫你滿意喔 他可能不像死靈法師啊 就是靠原本的技能組呢 就可以就是打遍天下 他還是會比較吃到裝備的 那也有聽說 其實在後期如果有開放PVP的話呢 其實野蠻人呢 以及在末期的Endgame之後 野蠻人會是一隻非常強勢的一隻角色喔 所以這邊的話 內容也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這邊也分享一下 我的目前的一個技能的一個點法好了 我的點法呢 在前期的話 我個人會推薦大家點這個猛撲啦 那當然很多人也會點這個剝皮流血流 也可以 那他就比較佛系一點 可能碰到怪物之後 然後呢 就可以稍微跑來跑去喔 那但是我點的是猛撲的原因是因為 我的機動性更高 因為他只要點下去 野蠻人就會往前衝 那一路往上點的話 點到了這個戰鬥猛撲 會造成流血喔 所以他其實就是點到上面的時候 跟剝皮也是有一點點像喔 那再來是旋風斬我有點滿 旋風斬會有點滿的原因 其實我個人覺得野蠻人前期的時候 單純只靠旋風斬 其實是沒有那麼強的啦 但是因為我有打到旋風斬的一個裝備喔 就是使用這個月擊動盪陣子 以及旋風斬攻擊敵的時候 會有我的兄弟跑出來 就是我的仙主喔 所以這個部分也會讓這個旋風斬 來的非常的這個強力喔 像有沒有我的一個兄弟 剛剛就這樣子跳出來了 那我使用旋風斬的時候呢 兄弟一樣也是可以跑出來喔 那我目前使用的是一個 仙主召喚流 那也沒有一定喔 一定要參考我的點法 可能還是要以你打到的傳奇裝為主喔 所以這個大概是在前期的一個部分 我會推薦大家去做的一個技能點法 再來的話呢 是之後我這邊大概是動盪陣擊 會選擇動盪陣騎的話 是因為它是一個AOE的一個傷害喔 那你一路點到下面的時候 他是只要你使用任何的技能可以做疊加喔 傷害加成 那點到後面的時候 可能動盪陣擊 隨便打都可以破千喔 那破千在前期的時候 第一張其實就已經還蠻堪用啦 重點是他是遠程的一個技能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 王一直跑來跑去的時候 欸你就這樣子 放一波動盪陣擊 去讓他吃石頭對不對 那一路往下的話 大概到戰吼這邊 這邊就是屬於野蠻的這個 輔助技能喔 那這個就會屬於就是 支持型的野蠻人的流派 如果之後呢打PVP 或是要打世界王的時候 其實這些有些的一個戰吼啊 是可以幫隊友做加成的 像加速度啊 或是加攻擊力等等的 其他的職業呢 相較野蠻人比較沒有那麼多 就是幫隊友加BUFF的技能 那這邊的話我也是點月擊 那月擊會點的原因是因為 我也是有傳奇裝的特效喔 所以可以看到下面有兩個特效 是傳奇裝給的 一個是月擊未對敵人造成傷害 冷卻時間會減少 再來就是月擊 我一路點下去之後呢 造成就是他只要造成傷害的時候 馬上給我40點怒氣喔 所以我可以馬上使用動盪陣擊 或是使用旋風斬 也都可以 好那接下來我就是一路往上點了啦 那點到這邊的話 我是使用先祖召喚 那個人覺得 一個人在這個暗黑寺裡面打滾呢 有時候有兄弟喔 還是幸福的喔 所以時不時呢 其實就可以把我的兄弟叫出來喔 陪我一起在這裡面走跳 雖然他們的持續時間不久喔 但是呢有這樣短暫的相處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游泳喔 最後的話呢 提供給一些新手玩家 如果你想要選擇野蠻人的話 我個人覺得野蠻人呢 在造型的設計上 以及打擊感 絕對是可以讓你就是 有滿滿的一個回饋 喔那你絕對會是在打擊感上面 有非常滿意的一個收穫喔 尤其是 哇在暗黑寺 畢竟是18斤的一個遊戲嘛 打怪啊 噴血啊 整個爆裂啊 等等的噢在暗黑寺裡面 整個是舒服的滿滿 像畫面拉近一點點看 我打每一下 他都在噴血 噢啊都在噴血 那再來是打怪之後呢 他身上其實也是會染血 像我現在身上就有點染血 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 前期的時候真的是得熬過一段的時間喔 如果你沒有打到特定的傳奇裝 其實不太好去通關喔 所以如果說你是新手玩家 之前沒有玩過野蠻人 對於自己的走位呢 其實也沒有很大的自信的話呢 會建議要玩野蠻人玩家 選擇是新手模式 噢就是比較簡單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金幣加成 或金幣加成 這樣呢 你獲得的成就感 可能會來的更高一點點 你不會覺得一下 噢可能就想摔手吧 一下呢可能就要退油囉 好啦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今天的影片呢 跟大家分享 我在公測時間 體驗野蠻人的這個心得喔 打擊感滿滿 但是前期真的是滿痛苦的 熬到後期的時候 絕對是有可能可以出頭天喔 甚至一夫當關 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喔 那謝謝你看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幫我點個讚 或者是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你們對於暗黑式的野蠻人 有任何的想法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討論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 首先我們下集再見囉 在cipl講